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同季节的一个邪气的特色 春天多风 所以很多小中风都发生在春夏交际的时候 下巴朝天 这代表什么 它有颈椎前颈现象 颈椎前颈就容易高血压 失眠 偏头痛 甚至于手指酸 你上半身的筋缩 气血循环不好 僵硬的就会造成什么 高血压 失眠 不外乎是肩颈僵硬 那血管的保养在中医属肾 几乎所有黑色食物都可以拨我们的肾气 很多人做一半就是脚悬在半空中 或者是往后盾 这种检查法就是可以检查出 你身体到底有没有身体僵硬 有没有筋缩 对 等到我下个节目结束了以后 我就照镜子 我一看我说怎么看怎么怪 真的耶 你鼻子歪了耶 这个是可以增加免疫力的 我很少生病 即使痛也要忍 在吴士南老师拍打108下之后 第一次体验拍杀的小阿姨出杀状况是 你们看都是黑色 然后这里用手来摸 是不是一粒一粒突出来 刀子齿腹心摸了一点 手又没变冰 这叫排海 拍拍拍 透过拍杀排出毒素 促食气血畅通 改善身体毛病 这种讨拍画面 总在吴老师工作室上演着 关节不要弯 慢慢往后发 除了拍杀 吴老师还有着自我保健术 松筋 这样脚拍的时候 鞋子容易磨 容易磨人就容易 冰卡头 身体骨架是外形这样 找出学员身体的不当姿势 再透过松筋还原人体柔软度 来改善身体各样酸麻痛 腰队曾经受压迫 把它改善松掉以后 膀胱变有力 健康管理师吴世南 从纪念件开始举办健康演作 至今已经累计685场 而报名人数达2万多 小指头有没有变冰 有 弹气往手 往脚跑 众人讨教 松筋拍杀 都是为了健康 身体无痛 自己怎么来办到 你欠揍吗 我们先来看看吴世南老师的小档案 特别是他演讲的历程 各位仔细看 脊椎矫正学会 2010年开始他的演讲 累积了2万多人 讲了685场 而且来演讲的人是欠揍 你就是讨拍 我揍你 不是 应该讲说 他们想要健康 来找方法 刚好我们的方法 能对应他的需求 所以有效就会持续有人来 老师很特别的人生经历是 你以前是在日商工作 后来你好像说你看到太多人过劳 后半生坐轮椅 所以你觉得说我要来演讲 告诉大家要拍杀 要排毒 你对松筋拍杀怎么这么有兴趣呢 因为我在日商NEC服务了多年 看多了这种过劳史 还有慢性病 那我想我人生下半辈子 我不想坐轮椅 也不想在病床上躺 所以我们出来找一些方法 养生法 那这个所谓拍杀松筋自我保健法 我发现是最简单 也最有效的方法 自己做的的确有效 那我们想推广集人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自我保健协会 所以我们就办活动 一办一办的 就七年也办了685场了 那有人问我说 老师 到底有没有效 我说我们教的方法 没有危险性 也没有副作用 你先做做看 有没有效 你告诉我 那最后结果就是这本书 这些人改善他们的老毛病 这里面全部是他们 自我改善老毛病的故事 我们会示范 锁定我们的每一分钟 我们先告诉大家 人体三通 油路 电路跟水路 老师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电路不通了 但是我们从口到肛门要通畅 我们的脊椎神经不能有压迫 我们要去除血管中的油脂跟毒素 所以我们会水路不通 是的 水路不通其实就便秘 便秘是不是成立很多毒素 毒素都吸收到肝脏 虐待肝脏 肝功能下降 叫免疫力下降 治愈力下降 那电路是脊椎神经 受压迫就产生各种酸麻痛感 那油路大家就最害怕了 这边堵住就要心脏病了 这边堵住就要中风 那体内还有很多毒素 所以我们要找保健法 把这些毒素排掉 身体治愈力正常 自然就健康 好 什么叫做杀 这一张我请老师来做说明 我看了想说老师 这怎么回事 我这一张给你 来 我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拍杀 其实拍杀是一种按摩 比如说举个例子 来 我们这边按下去 这处叫按摩 对 然后这样子呢 也是按摩 力道从上往下 那我们只不过借助工具 我们用这种拍杀板 效果比较快 那拍一拍呢 举个例子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我要特别拿上来 跟各位讲 正常人拍起来应该这样 完全是红红的而已 没有任何变化 那有一些人呢 身体毒素过多 或身体不正常 一拍就会产生这种叫流痕 那有流痕的人 通常是年轻人 我们去问一下 通常是什么 内脏脂肪过高 再来还有很特别的 拍出白粉 这是我们全世界 唯一我们最先提倡出来说 有人拍出一大堆白粉 一问一下通常是 要吃太多 这不在上面撒白粉药膏 这是拍出白粉 是拍出来 从毛细孔飘出来 所以这些人 大部分是要吃太多 或者是里面的化学物质 囤积太多 一拍一拍就会起白粉 还有些人很特别 拍一拍会起水泡 你听过有些人说 你体内湿气过重吗 有吧 那湿气过重 那为什么是六人 因为毛细孔封住了 所以我们拍杀 叫做能量拍杀 给身体能量 就身体会自动 把多余水分挤出来 结果那个地方封住 所以自己跑到最弱的地方 把水分挤出来 所以其实这个水泡 跟烫伤是不一样的 是身体自然在排出体内湿气 那一般人的拍杀 其实像这样子 源源于力利的突出 我要讲明了 拍杀一定是突出体内 绝对不是血管过力 因为它只是按摩的观念而已 加工具叫深层按摩 深层排毒 那旁边有些人就突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它身体太寒 拍杀身体要挤出来 结果出不来 所以造成气域就叫肿胀 这是各种拍杀状况 目的只有一个 拍到永远拍不出来 代表体内毒素排干净了 你就知道那时候身体会多健康 老师这个跟刮杀一样吗 跟刮杀完全不一样 我们常常讲什么时候要刮杀 中暑的时候刮杀 那什么时候可以拍杀 想保健的时候要拍杀 想改善身体的时候拍杀 所以两个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有一个案例是说追尖盘突出 因为一场车祸 所以这个人被撞飞了 他用站立的方式 凳地没有皮肉伤 可是这个动作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叫什么 叫做追尖盘突出 走路不到三分钟就痛 他的问题是追尖盘突出 所以去医院看了很久 那想要一直觉得效果不行 来问我们 那我就说来用松筋 就用卧位拉筋自己松筋 松完后他觉得还是很酸痛 那我们就说来 我们用能量拍杀给它加热下去 就一拍动点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这个白色的地方 然后他说为什么拍出白色 他自己有讲 那个地方叫做长期打针的地方 就这 就这里 所以他刚好把体内毒素拍出来 那有没有发现流痕 对 这个小朋友喜欢吃糖 又喜欢喝人影 所以体内毒素过多 所以内脏脂肪也过高 那么一般的关节痛 可以拍杀吗 也就是说可以拍那个关节吗 关节痛的时候可以 我们再来讲这一章 一般的人讲关节痛 只要不是外力伤害的 就是关节痛 那关节痛这个案例比较特别 因为他在国外 他就是做处理后觉得不行 刚好阴逢忌讳找到我 然后我就给他摸一下 然后我就判断他可能这边太寒 你看看寒区会怎么样 一寒身体是不是缩 如果这边的肌肉过度缩了 是不是就很痛 对 所以我们就用拍杀板来给他 下他自己拍一拍 就拍一拍的各位看看 正常的是这边 拍起来出了很多杀 里面有很多的毒素什么之类的 可是好玩的在那边 好玩的是在左手边这边 外面也都是黑色的粗伤 可是中间这边是白色的 为什么 寒气在那边 所以一下子拍不出来 那就是他的 我们认为是制造他 膝盖会痛的主因在那边 因为寒气太寒 所以缩住了 持续拍杀一阵子 热起来就好了 OK 不需要治疗 就自己做一做 有没有效 你告诉我 等于是找到了寒气的那个角落 对 他的起因可能是寒气 所以拍一拍后 有没有效 他自动会告诉我 老师有效的 有效就好了 自己做 回家就自己做 自己做就好 因为没有危险性 对不对 那这个又是成年腰臀酸 好 这个也是更好玩的事 也是一样 这个女生是三十岁女生 跌倒以后就觉得 一直隐隐约约痛 可是去检查 没有问题 这个检查没有 可是隐隐约约痛是事实 他意思是说他左边屁股痛 那我先叫他做松心 松完了后他觉得还是痛 那我们就说 那这个地方 我们的经验就是说 要能量拍杀 拍下去 各位请注意 特别看这边 左边是正常一点点注杀 可是右边呢 这边变得有橘皮组织 对 白白的那个部分 对 就这个这一块 变得像橘子皮 那什么叫橘皮组织呢 寒气要出来 出不来 所以把你毛细孔增开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寒 听过没有 我已经听过没有 左边右依 左边右依 右边 对 所以它是在左边痛 可是它寒气聚聚在右手边 所以右手边特别寒 把左边肌肉牵引过去 它以为是左边痛 结果病因是起在右边 所以拍一拍右边 就好了 左边右依其实就是这样 实力就可以判断出来 对不对 就很简单啊 不过一定要拍对位置 是的 没有错 那这张是 这张也是膝盖上出问题 它去打了化学物质进去 初期有效 后来没效 它来找我们也说 这个也是简单 也是我们认为寒 拍拍看 就拍出来 很特别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太寒了 所以有一句物理现象叫 热胀冷缩 因为里面太寒 所以拍出来是变成凹进去 反而没有明显出沙 但是就是寒太深沉了 老师真的 它那一块凹进去 对 非常清楚 如果你膝盖正中间那么寒 请问你走路会不会顺 好 各位观众 相机准备好了吗 因为老师要告诉大家 这个是人体拍沙位置的示意图 老师您帮我讲解 我们先口头书面来讲 它到底是哪几个穴位特别之间 好 其实基本上 我在这边我们教拍沙 因为我们在做自我保健 要越简单越好 所以我在这边 通常不太讲筋肉穴道 因为太复杂了 所以我会建议来 拍沙就拍两只手 两只脚加两个肩膀 因为都是肌肉 所以怎么拍都不会有危险性 那叫全面性的拍沙 所以效果就是全面会显示出来 就是不简单 但是有禁忌 内脏的地方不可以拍 内脏绝对不行拍 对 因为拍沙板效果非常大 内脏不可以拍 头部跟颈部算内脏 老师 我要先看一下 你桌上的这个拍沙板 长得好可爱 这个 天哪 好痛 老师 没有啦 不会痛啦 真的可痛 其实你不要误会它 来 这是一把扇子 你怎么拿扇子散风 对啦 扇子就 对 它就是这样拍沙板 就这样拍啊 就这样轻轻松松拍啊 不要用力 请不要用力 好痛喔 不会啦 那如果要拍其他部位呢 来 我们就手自然下垂 这食指跑出来 食指不可以用 你要自然下垂 比如说你要拍西 拍小腿 拍大腿 对不对 拍肩膀 跟着节奏走 对 拍的速度啊 1分30秒拍108下 跟你的心跳速度一样 所以慢慢拍 慢慢拍 我们不是在拍快 有效啦 重点有效啦 记住是深层拍杀 深层排毒 天哪 我这边小腿 已经被拍得红红了 你看 没有关系啦 我这儿已经红起来了 好痛喔 不会啦 我都不会痛 老师 我准备了 不是准备 我邀请了一位林先生 林先生 我们欢迎您进场 好 来 林先生是因为他有糖尿病 所以我今天想说他来现场 那老师意思是说 拍杀也可以稍微赶走一些慢性病 我这样诠释对不对 你帮我揪揪 应该可以讲的 慢性病的起因 很多是内分泌失调 或身体太寒 也产生很多的毒素 那拍杀可以做这些改善 第一次呢 我们一定要先帮他拍 左上臂 为什么呢 因为左上臂接近心脏 如果帮他拍左上臂呢 心脏会刺痛感 请不要帮他拍了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帮助别人要懂得保护自己 刚才有看到很多拍出白粉 对不对 那白粉飄起来我会受伤啊 所以我们正式在帮人 他拍杀的时候呢 对不起 我们要戴手套 要保护自己啊 万一他飄出白粉 我怎么办呢 所以手套一定要戴 对 还要戴护目镜 好 我的眼镜贴近一点 那飄起来我眼镜会受伤啊 再来 口罩 真的哦 我们曾经我忘了戴口罩 一拍后他有人摆完票 我舌间马上发麻 还有人就去跑去医院了 因为沾到眼睛就觉得很不舒服啊 所以帮助别人要懂得保护自己 这点人在看 所以来 来 而且你口罩是反戴 这才正确的 因为我们没有生病 一般是口罩反戴 没有错 对 那我帮他拍拍看 108下 那被拍的人请就完全放轻松 不可以用力 如果你要不要偷偷试试看 说不定他身体会很变 他现在手已经很冰了 有些人拍完后 手会变得更冰 为什么 因为拍 寒气可以拍出来 这个都可以自己验证 来 我先示范拍纱 拍纱就这样放轻松 五根指头接住 轻松轻松拍 108下 2 3 4 4 4 5 4 6 4 7 4 8 4 9 80 林先生加油 成一轮就过去了 我本来很耐痛 现在有点不耐痛 1 2 3 4 5 6 7 8 我们正常拍纱 大概这样子就够了 我的力道是正常力道 各位有发现到中间有一条白线 对 其实这边可以看出进入 外面这边是肺经 白线是没有 里面这边是心包经 在圆圆这里面还一条心经 各位看到 林先生摸一下 是不是突出来 用你的右手摸摸看 是不是突出来 是不是 是出沙 圆圆一粒一粒的 对 然后下面来看 我们手肘这个地方拍拍 各位看到有没有 这边也是出了很多沙 然后你再摸摸看 你的手是不是变得更冰 用摸你的脸 比刚刚还冰 冰的 对 刚刚没有那么凉 对 所以拍沙后 现在这整只手是软乎乎的 所以可以拍出体内寒气 那我们还有一个女生 拍完沙 我不小心用手去碰到她 那个寒气瞬间过来 全身整个就缩起来了 所以帮助别人 要先懂得保护自己 其实拍沙很简单 一点都不困难 两只手这样拍一拍就好了 最终目的拍到怎么偷 拍不出东西出来 就代表这一块拍干净了 身体就健康了 是 所以像她这样 她本身有糖尿病 那 糖尿病可以拍 因为我们拍 这是一种深层按摩 没有关系 并且如果要再讲 我可以讲一点原理 因为拍下去 它当然会痛 内分泌就增加 糖尿病也是一种内分泌失调 对不对 你拍一拍就自动去调节 林先生请你接受我一拜 谢谢你挨打 我刚刚自己打几下 真的很痛 还没结束 你看 我桌上了 这个是吴老师特别交代 来各位 我们看一下 老师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姜枣茶 对 姜枣茶其实原理很简单 来 姜枣茶其实是姜 因为姜有什么作用 驱寒 加几粒红枣补气 然后加一些黑糖 黑糖各位女生们 身体期要喝什么糖 黑糖水 又有什么用 它是最有效最安全的 天然维他命 也是天然的矿物质 重合维他命 所以女生身体期 要多喝黑糖水 像林大哥刚才身体排寒了 所以姜枣茶可以加速 他的排除体内湿气 林先生您请用 谢谢您挨打 他那边他可以喝 他那边不是不能喝糖 而这个糖是黑糖 原始糖 最好的东西 又便宜 拍打完之后 准备这个姜枣茶 喝下去 对 就是帮助身体排寒 我手上的这一道 对 这个叫内外夹攻 因为拍沙的时候 已经在排寒了 可是身体内很寒 所以多喝姜枣茶 内外夹攻 把体内的寒气 赶快排掉 好 谢谢林先生 好 老师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见识到了 拍沙 拍出身体的毒素 那么我们在讲说 我们常见的症状 就是筋缩引起的 叫做电力不同 什么叫做筋缩老师 筋缩我来解释一下 筋缩其实讲穿的也很简单 是什么 因为身体一寒会不会缩 然后加上你骨架歪斜 肌肉是不是正常缩 对 所以这两个肌肉僵硬 会让你气血循环不好 气血循环不好 就会产生各种症状 那比如说以这张我来说 假设你上半身的筋缩 气血循环不好 僵硬了就会造成什么 高血压 失眠 不外乎是肩颈僵硬 那再严重一点就很多人 老人家开始手指酸麻 其实这是颈部这边神经压迫 那如果胸部神经瘦压迫 后面脊椎侧弯 什么这些压迫胸部的神经的时候 就容易胸闷心气 那腰椎压迫到就容易腰痠背痛 膝盖无力甚至双脚无力 甚至贫尿 贫尿 严重一点的经说就是变成 锥肩蛮突出或长骨刺 这就是脊椎神经受到压迫 我们叫电力不痛 那这个地方我想要特别 跟各位解释一下 我们整合最近发现了 各位现在很多人的老毛病 不会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 因为没有找出原因 你为什么会有这些老毛病 怎么改善都改善不了 我们总和一下 其实现代人的文明病 就在这几个字 第一 叫失跟寒 各位听过以前叫做 东病夏衣 听过吧 为什么 因为冬天的寒气进入体内 利用夏天的暑冷把它排掉 可是现在反过来 尤其现在的年轻女生们 都在夏德东病 为什么 因为穿短衣 短袖 拿1000cc的人鱼 去逛23度C的百货公司 内外夹供水 你变成夏德东病 夏德东病毛细孔封住了 所以体内湿气就排不掉 所以就常常听到人家讲 体内湿气过重 皮湿 不然就水肿 那就是身体寒气太重 湿气太重 这第一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造成现代温病 还有 不止这样的 还有刚才讲过的 脊椎神经牙迫也会造成问题 再来就是刚才讲过 体内毒素 体内毒素太多 毒素满出来会怎么样 太多了 被皮肤痒 长疹子 这些都是物理现象 可是让你身体不舒服的老病 还有情绪压力 各位都知道了 一紧张胃就会收缩 对 胃会痛 对不对 中医有讲怒伤肝 这七情肉应都会影响 内脏的正常运作 然后还有一些人有一些心病 不愉快是你闷在心里不能讲 这些都影响你身体 那这些状况在身体上 会怎么要表现出来 就表现出 但是问题是混合在一起 所以你只改善一样 没办法跟着人改善老毛病 而是要彻底找出你的原因 你就有机会根本改善 好 老师 再来 我有筋梭吗 我可以这样做 有分上半身检查 跟蹲下检查吧 这个简单 来 我先放这 来 放在这边跟我讲 检查你的精度 上半身检查的话 很简单 来 你做的就好 来 右手举起来 靠近耳朵 对不起 你要我讲你真正问题吗 不要 太难听了 真正来来看 真正解答是 手举起来是不是这样直直的 手举起来是直直的 很多人只能举到这里 这就要50间 或者是将手拱成这样 这个就是50间 所以观众朋友 在电视机前面 他如果举不起来 他50间 他就是50间 这肌肉僵硬也是筋梭 天啊 第二种是看骨架 很多人你一看 就是斜肩 对 斜肩的骨架就歪斜了 第三种 你不要试了 我试给你看 第二种下半身的蹲下检查法 男生可以脚稍微张开 稍微张开 手平放 大腿要贴上小腿 就这样贴下来 有点难 不是难 每个人该做得到的 很多人做一半就是 脚悬在半空中 或者是往后蹲 这种检查法 就是可以检查出 你身体到底有没有 身体僵硬 有没有筋梭 OK 对不对 那很简单啊 那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那要怎么改 那改善了 我们就用立位拉筋法来改善 那立位拉筋法 等一下我们就拿一台 立位拉筋机来跟我讲 它是个检查工具 也是改善工具 也是保养工具 而是文艺里穿高跟鞋 最需要的保养工具 太好了 我来解说给你听听看 好 我们马上就请吴老师 为我们示范立位拉筋 好 刚才讲了 还有检查筋梭的方法 下半身的检查法 来 就用这个所谓的立位拉筋 它是一个检查工具 也是一个改善工具 来 我们请这个model来试试看 来 怎么样做呢 全身放松 直接站上去脚跟靠后面 来 靠后面 膝盖打直 然后求平衡 自己求平衡 好 这个就是它身体的状况 我们这一台立位拉筋 是每一个正常人 都应该站得到的 它现在站不直 是身体下半身过度僵硬 它是一个检查工具 代表下限很僵硬 然后站久了就自动会站直了 就改善下半身的状况 那站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 一开一般人身体僵硬 会有什么现象 第一个 脚跟就觉得很僵硬 然后小腿有拉筋感 然后再来 有些人开始会流汗 有人做到全身汗流浃背 到最后 你就会站得挺挺直直的 然后就会全身很舒畅 各位看到它这样子 不太行 对不对 来 你下来 我跟你讲讲 每个人呢 请你站在旁边 每个人应该像我这样 随时站上去 膝盖站着站直 就轻轻晃轻松 我一次就站两个小时 刚才讲了 是改善下半身的筋梭现象 那上半身呢 那全身怎么改呢 所以全身改的话 我们用一个叫做 全效型卧位拉筋划 各位先看看这张图 这个姿势是每一个正常人 都该做得到的 躺在一个板子上面 然后一只脚抬高 一只脚自然下垂 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危险性 可它做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人做的时候 会大量冒汗 全身排寒 甚至有很多人就马上放屁 为什么 腰椎神经压迫到以后 它松掉后就自动放屁 这是正常应该做得到的 那我们来看看 一般人如果身体呢 筋骨不够松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请个模特儿来试试看 我们先来检查他身体 下巴朝天 这代表什么 它有颈椎前颈现象 颈椎前颈的人就容易 高血压 失眠 偏头痛 甚至于手指酸 要怎么做的时候 两只手握住两瓶水 针直 靠近耳朵慢慢放下来 来 上半身就要检查 你看他两只手中间还有空隙 没办法完全贴近 这是手这边有问题 然后看他直立的这只脚 屁股这边悬空 代表他这边整个很紧缩 腰椎神经也受压迫 膝盖打不直 再来看着悬空的这只脚 悬在半空中 没办法自然下垂 所以要改善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他 事先在小腿这边绑两个沙包 这样子做就好了 然后各位再看看他的右脚 有人发现他脚外发撇过去了 这种类型的时候 鞋子容易摸外巴也容易跌倒 这样在做运动就容易跌倒 那最终目的是做到脚两脚 翻直 左边坐十分钟 右边坐十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 来 两只手收回来 慢慢翻身起来 手握着这边起来 来 慢慢起来 我叫妈妈了 受不了耶 东西看起来简单 可是看他躺下去就知道 他整个筋骨是僵硬的缩起来 所以气血寻呼还不好 所以身体自然会有一堆脑毛病 那我们的建议只是照这个方法 把你做到整个脚 身体都整个躺开了以后 你很多脑毛病自动会不见 再由四白往眼内侧 做一个循环式的按摩 要美容也可以有效果 它从上面颈椎慢慢按下来 想到就按 你们请多坐 因为它有风凶效果 真的 想到就按 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是出沙圆圆一粒一粒的 很特别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太寒了 所以有一句物理现象叫 再来还有很特别的 有人拍出一大堆白粉 一问一下通常是 要吃太多 所以不同季节本来就会有 不同季节的一个邪气的特色 春天多风 所以很多小中风都发生在 春夏交际的时候 下巴朝天 这代表什么 它有颈椎前颈现象 颈椎前颈的人就容易 高血压 失眠 偏头痛 甚至于手指酸 你上半身的筋缩 气血循环不好 僵硬的就会造成什么 高血压 失眠 不外乎是肩颈僵硬 那血管的保养在中医 属肾 几乎所有黑色食物 都可以拨我们的肾气 很多人做一半就是 脚悬在半空中 或者是往后盾 这种检查法 就是可以检查出 你身体到底有没有 身体僵硬 有没有筋缩 可以 等到我下个节目 结束了以后我就照镜子 我一看我说 怎么看怎么怪 真的 你鼻子歪了 这个是可以增加免疫力的 我很少生病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 包正芳 包姐 欢迎包姐 你好 大家好 以及彭文雅 彭医师 欢迎 明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包姐出道41年了 动铃 动铃 对 差不多 包青天一代皇后大育儿 还有木桂银 是 这么多的丰富的资历 包姐好像健康状况上 曾经有一次 有一点这种眼歪嘴斜的现象 那时候吓到 是不是以为自己中风 对 我跟你讲 那时候我超紧张的 那时候我才 还不到三十岁 到二十七八岁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我有很多的节目 那我就在赶 然后大热天的 然后我就流了很多的汗 在户外 流了很多的汗 那为了要赶到下一个场地去 所以我就直接下了台以后 我就坐在车上 然后就从 我记得是从中壢那边开 开开回台北 结果因为我觉得太凉 因为热 所以我就一直吹冷气 可是等到吹了 我觉得好像这个太阳穴 这个地方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把冷气调上去了 然后OK 等到我下个节目 结束了以后 我就照镜子 我一看我说 怎么看怎么怪 你知道 然后我就说问别人说 你看看我是不是鼻子歪了 然后他讲 真的 你鼻子歪了 然后我就很害怕 赶快就去医院 结果去医院以后 那医生就是跟我讲说 是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 然后必须要看 要验血 验尿什么都有 后来他又跟我讲说 我们现在给你看了以后 开了药 可是过两天 你还会更严重 我就心想说我已经 而且他那个非常快速 你知道在一天当中 我已经就变成半个脸不能动 然后只有用吸管喝水 然后讲话的时候 就是半片嘴唇可以动 然后只差流口水了 我一听 我好紧张 那怎么办 结果晚上录影的时候 同事就介绍我 他说要不然你去看看中医 看中医 那我就反正那时候 就病急乱投医 好 我也去看中医 结果就慢慢慢慢 因为每天去扎针 他就改善了 颜面神经麻痹 又叫做小中风 那他其实就是周边的一个神经麻痹 一般是病毒感染 或是过于操劳 那中医来讲就是说 像这样寒热不合 像很热的情况下 你突然灌了非常的冷气 或是冷饮风邪 侵入身体之后 加上疲劳 体虚 你就会有一些神经麻痹的现象 那他通常就是 最常发现在嘴角 嘴角 对 然后还有鼻侧的这个 法令纹会消失 所以包姐那时候就说 他是左 他就是左半边 那左半边完全都不会动 而且他整个皮肤变得超漂亮 作纹全部都消失 那时候就已经没注意 那时候连眼睛都不能闭 对 就是你都不能动 所以有的人 他甚至连晚上都不能睡 那我会建议 如果说你比较忙的时候 有一个建议的保养操 其实你平常就可以做 那他就是一些中医的穴位 在我们的脸上 中医的穴位是这样子 你不要看这穴位的开口 在眉毛的这个眉头 其实这个位置呢 它是内联我们的丈夫 然后他的出口 在这个眉头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平常觉得疲劳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用大拇指 顶着眉头 像这样子脱筛 然后顶着眉头的样子 你会觉得这边酸酸酱酱酱的 这是一个起点 所以我们就是两根手指头 都会这样子做一个按摩 你就会觉得整个眉头很温热 所以它是针对眼睛 预防说 如果说你真的太疲劳的时候 你面神经麻痹 这个眼睛的这一个支 会引起眼皮 这个不自主的跳动 那沿着眉头 眉中眉尾 这样顺序的按摩过来之后 我们会再往下 经过眼珠正下方 这个所谓的四白穴 四白穴这个位置就是说 它是味精的一个起点 所以它就是在这边 往由眉头到眉尾之后 再由四白往眼内侧 做一个循环式的按摩 所以我们每天可以这样子 还没有颜面神经麻痹之前 就每天这样按摩三分钟 用自己的手指头 大拇指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是你的脸侧的话 它就是由下往上 把它往上提 特别是你已经颜面神经麻痹的 那边脸 假设包姐是左脸 所以你的左脸没有办法使力 你就是要用你的手 整个把它往上拉 那拉的时候有几个技巧 第一个是很酸的这个灌骨 就是在我们这个 颧骨最高的这个位置 会觉得酸酸的 这个点 还有嘴角的地仓穴 因为那时候我想 嘴巴就歪掉了 对 然后你喝水 水都会滴下来 所以这个地仓穴 跟这个圈梁 还有你用力咬的时候 夹居这个位置 这三点是很重要的下巴三角 所以这三个点 跟你的下半脸的歪斜有关 对 所以你就是可以这样子 用拳头由下往上 一样做三分 用这个地方 对 用我们的这个骨轮 然后由下往上 从嘴角往耳前这样子 由下往上做一个顺序的按摩 所以我们每天就是 眼头到眼尾做三分钟之后 然后再这样子 由下往上做三分钟 它可以就是活入我们脸部的 经络循环 如果女生就是养生保健 要美容也可以有效果 可以去除皱纹 如果真的你已经 皮拉的感觉 对 已经有麻痹的话 它可以减缓这种 就是麻痹的现象 所以我们针灸的位置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个血垫 因为它可以比较有效的 让脸部局部的气血 让它可以活络 早一点恢复这个神经的传导 包姐皮肤好好 画错重点 这种话名思 出到41年 皮肤怎么那么好 尤其刚医师去碰她的脸颊 超光滑的 光滑的 真的真的 没有没有 怎么吃啊 对 我们今天有现场 好像这个叫做黑五类 对 对 我就特别说 如果你是神经麻痹的话 你要多补充一些 可以活络神经的东西 可是还有一种 是真的中风的话 跟血管比较有关系 血管的保养 在中医属肾跟心的保养 肾它是黑色入肾 所以几乎所有黑色食物 都可以补我们的肾气 像这边讲的黑木耳 黑木耳就是我们俗称 血管的清道夫 对 它有很好的多糖体 黑木耳 对 还有抗氧化的成分 好 那这边还有黑芝麻 黑芝麻的话 我们都常吃 而且都知道 芝麻素 还有其他芝麻的成分 其实可以降低我们的血脂肪 那血管里面的血脂肪 如果比较低的话 血液就会保持通畅 比较不会主射 那另外像海带 海带中医讲软肩散结 所以它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 所以我们有预防形成的 然后加速排出的 然后还有补充我们肾气的 像黑豆 它是补气第一名 所以常常吃黑豆的话 就是身体的气就会充足 以及蛋白质会足够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香菇 香菇 对 因为它可以直接就 把胆固醇结合 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 血管的清道夫 对 所以这五个的激转 不太一样 可是互相帮忙 有的是减少胆固醇的形成 有的是直接把它吸附了 你形成了我把你吸附 有的是我加速它排出 有的是增加身体的抗氧化能力 所以按摩加上食疗 是我们中医很推荐的 一个养生方式 老师自己也有这个 三通饮食的叮咛 养生啊 就是说少吃蛋糕饼干 然后少喝冷饮 跟多喝姜枣茶对不对 老师你还有说 每天要吃蔬果跟全骨类物 是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要多吃一些坚果类 可是问题在哪里呢 坚果类很多都从国外进口了 我们台湾在亚热带 所以要多吃一点 当地当季的盛产食物 那台湾的坚果类什么最好 花生 所以便宜又好 北港花生 是的 哪里都可以 因为我们活在亚热带 所以各位饮食结构 一定要吃当地当季盛产食物 我们发现很多人 多吃寒带食物 所以产生很多的 所谓的现代文明病 那也有人讲说 有钱人怪病多 为什么 因为你都不吃当地的食物 所以中原有讲 一方土养一方人 你要多吃当地食物 那西叶讲 就是你活在哪里 就要吃那边食物 可是现在拜交通发达 所以寒带食物 什么鲑鱼 都是寒带食物吃来 就身体产生叫水土不符症 所以现在很多的毛病 其实你中原叫做水土不符症 中原很讲究脾胃 对 所以这个土就是指脾土 那你吃的东西 不是我们适合 我们身体习惯的 然后有时候过凉的时候过热 身体就给你抗疫 产生很多的一些小毛病 再吸把它鼓出来 然后再吐出来 慢慢慢慢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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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的 其实中原也非常推崇 腹式的呼吸 因为它等于是一种按摩的动作 好 谢谢 谢谢 包姐 那你现在还有一些后遗症呢 有 就是我的脸部不能太用力 如果太用力的话 我这个地方 就末梢神经来讲的话 它可能就是它 我看医生医生是讲说 已经好像所谓的坏死 就是已经没有感觉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如果用力的话就会 你看 我这样子 有没有 这个地方 我自己就会感觉到它没有力 其实这样的针灸 我们反而会针特殊的位置 比方说我们头皮 直接是控制神经的地方 或者是比较远处 比较集中的位置 就不会直接针局部 因为这周边的神经 都已经是萎缩 而且太久了 所以我们会从中枢的部分 去控制它 它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说 即使是这样 你还是可以透过肌肉的训练 来弥补这个所谓神经的副作用 就是说我每天自己这样子 在做一些比较 对 就是肌力的训练 运动运动它 对 就是你特别去练你的眼下肌 特别去练这块肌肉 所以你现在很清楚发现说 你一用力这边 这条肌肉没力 所以就凹下去 所以我们会特别用这条肌肉的练 你就是自己对着眼睛 挤眉弄眼 挤眉弄眼 现在已经有很多作文了 还要挤眉弄眼 然后做完再按按血位 对 把周围去掉 可是这样子你的脸会很对称 而且你的眼睛比较不会不舒服 对 还是会有帮助的 包姐这样子 它适合做拍打吗 以我们的角度来 是寒气扩漉漉 所以整个身体萎缩了 所以肌肉部分萎缩掉了 所以就所谓刚才我们所谓的筋缩 那不一定要做拍打 其实它应该做松筋 把它整体的结构呢 各位堂堂听过 筋楼骨振百病不慎 另外一种方法是 除了针灸还有用这种简单自己的方法 两只手大拇指奉在后面 因为你的灵院神经都从后面脑巢过来 这样子自己再去把它后面这样子 有空就揉一揉 这也是一种扩胸运动 也可以同时改善万一有五时间 自己揉 想到就揉 没有任何危险性吗 好方便 比这样子按好舒服多了 两只手扣住了这样子 大拇指就有力量了 从上面颈椎慢慢按下来 想到就按 女女们请多做 因为它有风胸效果 真的 想到就按 吴老师教的想到就按 然后湿气也要排出 所以医师我们要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六邪 终于讲邪气这个字 听起来就很邪了 不同季节本来就会有不同季节的 一个邪气的特色 比方说春天的邪气它叫做风邪 春天多风 所以很多小中风都发生在春夏交际的时候 因为夏天又有这个暑气 所以火跟这个灶 它们就是在一起的 又上火然后又有多风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状况 那如果说像秋冬 秋冬都是一个秋天干燥 冬天寒冷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寒气 因为知道热空气往上 寒的冷空气往下 所以寒气从脚底开始 脚底啊 对 从脚底开始 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有时候冬天的保暖 或是说冬天你会觉得脚冷 全身就会很冷 可是如果你把脚部的保暖 做好的时候 全身就会暖这样子 六邪 一般中医师是不是看蛇胎 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体内的湿气重不重 对 其实在这个六邪里面 我们其实有讲到一个湿血 湿血特别是台湾地区的一个节气特色 不分四季 每年 一年不分四季 每天都是湿血 因为台湾老师告诉大家排除体内湿气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算是多湿的气候 这算是当地一个气候特色 所以湿血的人我们怎么看呢 判断自己的舌苔 早上起床刷牙前 你就把舌头放轻松地吐出来 像这样 看 风景的舌头很漂亮 以及旁边没有所谓的牙齿痕迹 没有气虚的痕迹 那湿血的舌头会长得像什么样子呢 它上面有很厚很腻的白色的胎 甚至有的更严重变成黄黄厚厚的舌苔 你每天早上都要这样一直刮 一直刮它 然后到最后如果变黑色的胎 那就变成火气太大 还有黑色的胎喔 有 真的有 有的人它的舌苔 他会觉得口干然后没有口水 然后身体很不舒服 而且它是湿血 所以它身体这么湿 但是不在它该要的位置 它反而会口干眼干 所以我们从舌苔 观众也可以自己判断 自己有没有所谓湿血的体质 第二个我们就会看它 起床的时候 有湿气在身上 你会觉得很容易疲倦 不想起床 整个人会昏昏沉沉地有气无力 然后觉得身体很重 不清爽这样子 就像衣服没有拧干 所以每天早上爬不起来 湿气很重 对 湿气很重的身体 那再来食欲跟排便 它是一起的 就是肠胃道的功能 因为肠胃道是脾胃 脾胃就像气球这样子 它是要空气 不能太满 太满它的韵化会不好 如果湿的话它会重 循环也会不好 那湿气中的脾胃 它食欲会不好 它会觉得吃不下 然后就觉得 好像中暑 又好像是中什么的感觉 它会觉得说 我都吃不下 然后又很饿 然后一直想要喝冷饮 那你的排便呢 它都会黏在马桶上 湿湿的 然后不纯形 然后这样子就是软便 然后又食欲不好 这就是典型湿血的身体 我们看桌上 有这么多的好东西 真的是医师推荐的好东西 包含 医师说可以吃艺人 艺人大概是我们台湾 最推荐的食物 真的 对 因为它便宜 然后又可以每天食用 平民的除湿剂 排湿效果很好 对 一般我会建议 就是白米加上艺人 就是每天每天把它当成食物来吃 一次不用吃很多 可是要每天持续地去吃它 它只有帮助我们身体排除湿剂之外 它其实有很好的一些成分 比方说义以内脂 有美白 然后降血脂 然后可以消水肿的成分 那艺人水 它的钾离子含量也很高 所以真的有脚气 或者是有一些心脏问题 真的水分太多的 轻微的 对 我们不吃吝尿剂 我们就是吃艺人 含水 喝它就可以了 我们讲说包姐为什么她动灵 包姐 你和桌上这个东西 有没有有关 你喝就有有关 有 我也是有一个机缘 我去大陆拍戏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 另外一个同事的妈妈 她就煮给她喝 我就问 她就说这个是可以增加免疫力的 那我就想好啊 因为我们出门在外 我顺便喝也不难喝 我就喝喝喝 当然我不知道她好与坏 但是至少就是我到目前为止 我很少生病 我很少不舒服 很少感冒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 那我有介绍给我很多的周边的朋友 那也有一些朋友会跟我讲 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说 只要每一次到了换季的时候 一定会感冒的那种人 他就会讲说 我好像今年还没有 我说那你就继续喝 这样子 它的食材就是你眼前的 很简单的 这就是黄芪 红枣跟狗鸡子 就这样子 然后用一大锅水把它煮 煮开了以后大概关火 然后焖个十几分钟 然后把它灌到那个壶里面去 你可以一次煮一个礼拜的 把它放冰箱里面 那如果要喝 如果你想喝温的 你就可以稍微热一热再喝 然后就拎着走 所以你看包姐近摄影棚 她就这样拎着近摄影棚 然后在家呢 看看电视的时候 顺便做复视呼吸 对 所以你看很简单就是 吸的时候肚子要堵 给它顶出来 而且你顶出来的地方不是胃 是在肚脐的下方这一块肉 这一个地方顶出来 然后吐气的时候 然后慢慢... 把它说把它压扁 压扁 对 压扁 压扁扁的 然后把气吐出来 然后之后再 再吸把它鼓出来 然后再吐出来 慢慢... 缓慢... 缓慢的 这样子 慢慢的练 练到你随时随地 你走路 坐着 干嘛 你都可以用这种呼吸的方式 其实是对身体好 因为通常我们都用上 就是胸腔 对 胸腔这个地方 来呼吸 其实并不是很好 其实中医也非常推崇 腹式的呼吸 因为它等于是一种 按摩的动作 你肚子鼓起来的时候 我们身体有所谓的 热脉跟督脉 热脉就是走在我们 这个阴气的附近 尤其是女生的这个小腹 它特别需要保暖的 所以你这样子 一呼一吸之间 就像一个气球 一直在振动你的筋脉 然后环绕你这边的 这个女性的生殖的 一个相关的腹科位置 所以它对于身体 不管是补中气 或者是提升免疫力 效果都还不错 好方法 最后我们要来听 包姐的歌声 十八的姑娘 一朵花 一朵花 眉毛弯弯 眼睛大 眼睛大 红红的嘴唇 雪白呀 雪白呀 粉红的笑脸 粉红笑脸 像晚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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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是吧 一朵花 一朵花 白無淡笑溫溫 悄悄寒入淡情過 悄悄悄無淡悍 大笑逢選這句春 大笑逢選這句春 感谢观看